好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俄乌战场上 亮哥你先看一下这个有几个这个武器 引发了关注 一个是有名的这个树木医院10号公众号 讲说这些坦克真是丑出了天际 真的是蛮特别的 M1 A1竹战坦克 当然了过去的战争形态跟现在不太一样 因为无人机的关系 所以要包好包炎 你就看到它有各式各样特殊的一些包袱 也顾不了了好不好 来我们把画面兜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今天战场上拍出各式各样 你看得出来这什么东东吗 这个坦克你看得懂吗 但包成这样旁边上面前面等等 所以猛然看起来 大家会觉得这像个大工地一样 就是现在的战争形态 那当然对于你知道对于军事迷来讲无法忍受 因为这个武器也是有一些美观 也是有审美观的 所以搞成这样 但你懂了在战场上哪顾得到这么多呢 安全第一 所以能包的先包尽量减少损失 所以不管是俄罗斯不管是乌克兰 都出现了这种丑到天际的坦克 好这是这个战场上军事迷所关注的 那另外就是 他说是要加后钢板 加了八公分的钢板 防炸 对就是手上现有的就赶快往上堆叠 对对对对对对 也不可能什么制式的 所以每一样堆的还不太一样 手上有什么材料就往上堆 不是啊 雕塑有雕塑的天分啦 对嘛 这个但是你知道那军事迷有强迫 都是要找那个朱铭 杨英峰去做的 好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俄罗斯的这个防空 真的是有点问题 之前不是就讲什么乌克兰无人机 飞越了一千六百公里吗 打击了他们的油库 这次更远 飞到了一千八百公里 这个炸了他的一个雷达设施 然后所以你看到一次比一次飞得远 这飞得真是波尔远 真有够远啊 还有一个是俄罗斯的S400防空系统 当初航空出世的时候 不是都说多厉害多厉害 时尚最强 但这次在乌克兰战场上 这边掉漆那边掉漆 大家就冷不防的想到了 2014年中国大陆花了三十亿美元 买了六套超贵 然后他也卖给印度 有没有印度买了五套 他也卖给这个土耳其啊 当初土耳其买的时候 北约很不高兴 后来后来这个中国大陆 后来这个中国大陆买的时候 美国很不高兴 然后印度买的时候 中国又很不高兴 所以光是这一套 一下子四个国家 就就就整个都开始闹矛盾 所以大家说普丁大帝真的很厉害 然后号称这么厉害 实际上表现也不太好 然后又裂解了这几个国家 然后今天大陆媒体 很多人在讲这个话 叫做中国被坑了吗 因为买回来之后发现 实测显示不好用 所以怎么办呢 只好放在一些防空压力 比较小的南方城市 亮哥怎么看 这个就是对俄罗斯军品的 长期的信任 事实上俄罗斯 这次2022开打 第一年 它的电站技术也是低到令人惊讶 那如果电站技术这么糟糕 S400可能好吗 这逻辑上有矛盾 对不对 那这个是美国自己写的 包括我看的是华盛顿邮报 他做了一个特稿 说他们去查了乌克兰的军方的报告 说到了2023年 突然之间 俄罗斯的电站能力突飞猛进 然后从美国买的海马斯 就开始打不准了 然后最近的这个命中率只有10% 这个不可能是俄罗斯 突然之间 这个芝麻开门找到了诀窍了 不可能 我觉得一定是买进了什么 那当然大家都怀疑是买到了 中国的领主界嘛 这个就是美国不高兴的地方 美国是有根据的啦 就是他发现乌克兰 这个爱国者防空也越来越不准 那结果地上就被炸了 就拦截率变差 然后海马斯是打出去的 是命中率变差 那这个美国当然受不了了 因为这两个都是他做的 而且币国都有买 台国 台湾啦 那就是又扯到那个 那个谁啊 那个普京去访问大陆的时候 就有人谣传说 把俄乌战争的电站的数据 当做礼物送给了中国 那这个就麻烦大了 这个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啦 可是有人这样写 因为你知道普京去大陆 是希望能够确保 稳住那个军工配件的贸易嘛 那中国大陆就 事实上在普京去之前第一 前一天就表态了 说中俄贸易纯属于正常贸易 没有理由被那个美国啦 来刁难啊 所以布林肯就很生气嘛 所以你后来看到拜登就 又推出了一大堆科技战的项目 我甚至认为 对赖清德的就职演说 放手跟这个都有关啦 就他很生气啦 那这个 可是这个就是事实啊 因为军事武器 这种东西是个科学啊 你能不能用 那能够耐用多久 那你这个等于是 二欧战争才一年就破功了 这个海马斯在乌克兰俄罗斯 从来没有用过啊 结果2022年上场 2022年非常有效 那所以俄罗斯不是 有一度去打哈尔科夫 又撤军吗 就第一年非常有效 那到了第二年突然就不准了 就是 他不知道吃了什么大力丸啊 得到什么样的装备 那以俄罗斯这样的国家 他也不可能跟人家买武器啊 所以一定是他克服了自己的缺陷 那那个缺陷就是电战 因为我们发现他在第一年真的是 对那个战场的侦测非常不准确啦 他就有点被北约压着打 那后来 因为北约提供乌克兰所有的战场侦测的工具嘛 那到了第二年就迅速改善 那现在是局面有点倒过来 就是这样 对 但这S400好像也有缺陷 不 这个是 他如果之前 2022就打成那个样子 表示他自己做的是有问题啊 那其实这里也对照出 好像中国的电站比较厉害这样 不然怎么2023就迅速改善了呢 当然是这样 对 但毕竟当初是花大钱买的嘛 不 这个没有办法 因为你信任他嘛 因为你早年也买过他的武器嘛 那可能每一个项目你多多少少有买 那他每一个项目的品质可能都不太一样 太阳心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废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废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